大家好,我是Stan YG娱乐延长了GDragon的商标权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根据媒体报道 YG在去年9月提交了GDragon商标 相关的商标权存续期更新申请 从2003年2月首次申请GDragon商标之后 YG在2023年2月已经延长了一次商标权存续期 然后在2023年9月13号 YG再次申请延长了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 GDragon商标会继续归属于YG娱乐 而YG的这个操作引起韩网热议是因为 GD与YG的专属合约在今年6月就到期 GD目前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与华纳音乐签约 所以网友们就猜测 是不是YG不想让GD使用GDragon这个名字 所以才会申请延长 一位专利代理人兼严实大学教授表示 如果GD提出异议主张这是他的商标 那么所有圈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 不是YG与GD已经说好将商标权归属于YG 就是YG不想要让GD拿走商标权而做的措施 以高中生的年龄 让中小危机一举成为三大娱乐公司 让你上市 曾经一度还成为娱乐公司市值一位 帮你盖了两座数百亿数千亿的办公大楼 帮你打通了每个摄取时尚品牌的人脉 是不是真的疯了 忘恩负义也要有个程度吧 现在要对离开的GD磕头三千遍都觉得是应该 直到最后都做这么肮脏的事情 真的很恶心 杨阳森本来就对GD有着超级执着 说要打造第二个GD结果全部失败 现在要失去GD了肚子就疼得不行了 使用捆菌用活动全国民也都能知道 但是GD这个品牌 是捆菌用一生努力打造的成就 却被YG抢走十八真嫩气人 与华纳音乐签约 所以是希望他们把名字买走吧 直到最后也想使用GD赚钱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有可能GD与YG已经互相说好了 虽然这样也很奇怪 但不是我们第三者可以说什么的吧 对于YG申请延长 让GD上标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iB公开了最新主打曲Baddy 因为iB从11Lobo Dive Apt Like I Am 连续取得了巨大成功 所以韩国网友们都非常关心 iB的新曲会不会不连续爆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曲调超喜欢 那那那那那那那部分一直徘徊在脑中 非常洗脑 这次的歌曲有点很难理解 会一直联想到别的组合 MV很好 但歌曲 iB从出道到现在真的分割很多样化 这次也真的很吵 因为前面两首不怎么样 以为这首主打歌会很好了呢 很好奇这次也会红吗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能够醒悟 为了攻略海外 导致国内外成绩都不太好 粉丝们当然会说很好很好 但跟之前的歌曲成绩比较的话 真的是很悲惨 曲向差异这么严重啊 我真的很喜欢 说实话 我觉得比Apto Like I Am还要好 之前iB的歌曲都是我的曲向 但这次有点枯燥 不是我的曲向 但是孩子们都好漂亮 比起之前iB的主打歌 这次韩网的反应相对不是很好 所以对于iB的B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